嗨 兩位好 你好 我們先從媽媽開始介紹 你二十幾年前就接觸烘焙 對對對 然後就是興趣啦 本來是隨風培做給家人吃 想說自己做的 現在外面食安的問題 想說自己做的吃起來比較安心 會不會比較好吃 然後我們材料就是用比較好的 想說外面有的 你添加什麼東西我們也不知道 好那做了二十幾年 女兒加入了 對對對我就是之前 因為媽媽在烘焙這一塊 很有她的想法 那我就是希望可以讓 除了不只嘉義的朋友 也可以讓就是 全台灣各個縣市的朋友 可以吃到媽媽的手做商品 所以我們在六年前 我們有創粉專 那就是這幾年就是也有 就是包括台北的朋友 然後高雄 然後也要遠從 還有遠從就是屏東特地來 跟我們購買 就是蛋黃酥啊 鳳梨酥的朋友 那我也是去年就是 覺得就是就是可以跟人家互動 所以我就是決定就是從科技業 就是辭職回來跟媽媽一起打拼 所以媽媽本來都是在親戚朋友裡面接單 那女兒加入現代的社群經營 風味上有沒有做一些改良 你比較年輕人的味道跟傳統的味道有什麼差別 傳統的味道 我可以舉例我們的鳳梨酥 像一般的口感傳統的高餅就是比較 口感是比較軟的 老人家 也不能說老人家啦 就是每個人的主觀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希望就是可以跳脫傳統的高餅的口感 所以我們做的鳳梨酥是餅乾口感是比較有比較酥脆的 我們不是用冬瓜醬的鳳梨餡 是純土鳳梨 對 是純土鳳梨 所以吃起來酸酸甜甜 土鳳梨比較酸 對 然後有纖維就是鳳梨的那個纖維 如果一般的就是冬瓜醬就沒有了 所以要調整對不對 不能純土鳳梨 對對對 太酸了 然後再搭配就是餅乾口感的餅皮 所以吃起來它的口感很獨特 因為我們的鳳梨酥 不只就是有賣給台灣的朋友 我們還有日本跟韓國的朋友 還有大陸的朋友也有來跟我們訂購 那會不會有人這個吃不習慣咬下去 欸 皮是硬的 是有啦 因為他如果喜歡吃軟的 他這個酥脆 反正你們是新創作法就對了 對對對 他就是要面對 對對對 女兒講一下你去年開始全職投入 其實我是上個月才全職投入 對 因為我一直就是很希望 推動媽媽的技術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各個 來自各地的朋友能夠來嘉義玩 所以我們選擇就是飲水吃軟 我們選擇從嘉義的市集出發 然後能夠讓更多人能夠 就是知道我們是嘉義的店家 那吃到更道地的鳳梨酥 欸 那你加入之後 是不是媽媽在製作上就比較不辛苦 年輕人就可以幫忙 當然啦 我一個人抵三個人 當我的助理啊 反正就是叫他拿東拿西的 那這樣產量就有增加了吧 產量有增加 但是我們秉食 就是我們還是要兼顧我們的品質 用料紮實 對對對 因為我們都是使用法國的奶油 然後還有日本的麵粉 就是吃起來其實真的會有跟一般 就是比較平價的 當然會有一點差別 欸 那這樣媽媽做20年就看到原物料的 波動 哦對 真的 那你有沒有越賣越心痛 其實我們想說就是大家吃的喜歡 其實我們都沒有上價 就是這幾年就是這個價錢維持這樣子 就一直維持著一定的薄利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另外這個要介紹一下 配合市集還... 酸梅湯 自己熬的 我們市集 對這個是我媽媽親手做的 就是因為市集就是天氣比較炎熱 那我們希望就是除了讓大家吃到風里蘇 也可以品嘗到我們道地的酸梅湯 那我們酸梅湯裡面就是有添加五梅 紅棗還有對身體很好的洛神 還有山楂 配方怎麼那麼複雜 這是你個人獨家配方 對對對 因為他希望讓人家喝得安心 然後也喝得健康 那我們這個都是沒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劑 沒有添加任何的化學成分 天然健康又複合配方 對對對 然後我們是用冰糖 不是說一般的用果糖 哦冰糖成本很高耶 對對 對那水是不是用自然水 我們是用淨水 我們是用阿尼神頭的水去熬的 哦所以你這個是變你個人的置業 就不是單純只是為了賺錢 還有很多良心 對因為大家 有人有說就是你的良心成分越高 當然你的利潤會比較薄 可是我們秉持就是因為現在食人問題 這麼的嚴重 我們希望人家吃的健康跟安心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品質都是有在把關 有一個老師就是他曾經來買我們的酸梅湯 他一喝的時候 他就是驚為天人 他說這個味道就是在他40年前 就是在台北藏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以前的古法 對所以他喝完他就說 他說我沒有在市面上喝到 就是這麼古早味的酸梅湯 對所以他立刻就帶了兩袋就走 然後隔天哈萊士忌找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 就讓大家喝到他們記憶中的酸梅湯 是我們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那女兒你加入之後 你會不會想要加入一些新的 產品 會我們現在就是有 還有在開發一個新的產品 那這個就是我們先賣個關子 我們預計在五月會上市 所以如果想要品嘗我們新的商品 可以來五月的嘉義市集跟我們見面 好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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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